也是一样,就可以结束掉了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顺便呢,跟各位提一下就是说 刚好有同学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下面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 视窗不见了 刚好有同学这样子 指令视窗不见了 不见了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因为刚好有同学遇到这个问题 顺便提一下 指令视窗 如果不见的话 那你当然没办法练习 这后面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怎么输入 指令或者是你底下该怎么做 记得指令视窗的快速键是什么呢 Ctrl按住再加9 就出来了 Ctrl加9 Ctrl 因为刚好有同学 Ctrl加9 不见的话 Ctrl加9 这样就出现了 Ctrl加9 就不见了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顺便提一下 因为指令视窗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没有指令视窗 后面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这地方的话呢 特别注意 这里 把它删除也是一样 选取之后就可以删除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好了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嗯 好 嗯 好多说的